大家好 我是小哈 上一次我拿了三明治烤盤機來夾肉包發現意外的好吃 所以這一次決定要來拍個Part 2 這次Part 2準備了哪些食材? 準備了湯圓蘿蔔糕跟豬排 第一樣我們馬上來試夾看看豬排 夾出來以後是這樣 好像意外的不錯欸 有熟欸有熟有熟 你看中間 是熟的 好厲害喔 而且我沒有夾很久 就是一般夾鬆餅那種時間 稍微再拉長個30秒到1分鐘而已 因為還不錯欸熟分剛剛好 不會破熟 但是我會建議說拿有厚度的肉片會比較適合 還不會過熟或過硬 那太拿薄片的話可能夾一下就要打開來了 這個有厚度的肉片我覺得夾起來吃剛剛好 欸好吃捏 嫩嫩的 不硬不彈 接下來要來夾的就是 芝麻湯圓 芝麻湯圓 出來後的樣子 芝麻湯圓 讓我看看 它上下 因為它只夾的到上下 所以上下吃起來有一點點脆脆的 然後外面那一圈呢 軟軟嫩嫩的 很像很像很像那種 你去刷烤店吃那種烤麻湯 欸好吃好吃好吃 真的好好吃 不會過頭 然後大家吃湯圓 吃膩的水煮湯圓的話 可以試看看用拿鬆餅雞或者是三明治雞 來夾夾看 最後一樣就是要來夾蘿蔔糕 蘿蔔糕結完呢 好 外表就是這樣子 心得呢就是它很普通的把它加熱 上面三種食材我最推薦的還是芝麻湯圓 那吃起來感覺真的超好吃的 表皮又脆又軟嫩 然後搭配你的那些真的超級超級好吃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芝麻湯圓 或者是各種口味湯圓來夾夾看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到粉絲按讚 掰掰